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这两天天气都是持续比较晴朗门热 但是也是会有局部的阵雨 尤其在我们中南部的沿海地区 北部的话是比较容易有五后雷阵雨 我们来看一下云图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台湾上空的云量 不算是很多 那么其实还是有下雨云隙 但是它位置在比较偏北在长江流域的南侧 这边是一道这个梅雨封面跟我们台湾 虽然看起来很接近但是还影响不到 那么台湾这几天主要是受到偏西南风的影响 另外就是西南风虽然是带来暖湿空气 那么在我们台湾东方这边也有太平洋高压 但是因为太平洋高压还没有明显牺牲来到我们台湾的上空 所以我们台湾就在边缘 所以主要是受到偏西南风的影响 在我们阴风面比较容易有短暂的阵雨 在山区也比较容易有五后雷阵雨 那么预计像这样子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一阵子 至少会持续到下个礼拜 在下个礼拜风面游戏还是比较容易滞留在北边 那么台湾还是一样受到偏西南风的影响 太平洋高压仍然在我们台湾的周围 这附近预估可能到礼拜四礼拜五 才会有逐渐往西边延伸的机会 但是还有一些变化的空间 所以像这样子 晴朗门热容易有局部短暂的阵雨的天气 还会持续一阵子 那么来看一下 在这个温度的部分 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因为都是偏西南风的影响 北部因为是在被风测有沉浆气流 所以高温 会比较明显一些中午高温大概都可以来到34到35度 低温的话也有27度 所以是相当闷热的天气 南部的话主要是因为迎风面 所以云量稍微比较偏多一些 中午高温数值看起来没有那么高 大概是31到32度 但是还要提醒大家 因为是迎风面 虽然暖湿空气的关系 湿度比较高 所以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闷热感 所以大家还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也要注意防晒 那么看一下外来四天容易下雨的地方 中南部是沿海跟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沿海的话是在清晨到上午 山区是在中午过后 北部的话也是在中午过后 比较容易有局部的午后雷震雨 那么来看一下 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主要是在我们的南部跟东部 南化点还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其他地方大陆上都是稳定的 那么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比较类似 还是一样比较晴朗闷热 但是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或者是雷雨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温度 中午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32度以上 北部有34 35度 东部的话因为是偏西南风 也是被风测 也要注意可能会有局部高温出现的机会 所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天气 下个礼拜天气跟这个礼拜 还是会有点类似 持续比较高温闷热 北部流域午后雷雨 中南部沿海会有短暂的震雨 山区也会有五后雷雨发生的机会 东部的话是比较稳定 但是有成长气流的影响 还是容易出现高温